呼和浩特出大招 满足条件的本科毕业生可半价买房 首付最低20% 不见得说能够担动多大比例的一个市场增交反弹 3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整体呈上涨趋势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1.8%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楼市怎么走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好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重申房住不炒 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提 有关于房地产调控提出了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房住不炒 一成一策 因成失策 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 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的建立等等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解读和关注这些话题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来做个介绍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为民先生 另外一位是央广财经评论员王冠 欢迎二位 最近几天很多媒体还关注了另外一条消息 那就是呼和浩特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叫做 呼和浩特市大学毕业生安居工程试点的实施办法 这个办法有很多媒体做了解读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说 大学毕业生可以半价买房 当然要想获得半价买房的资格 还是有很多限制性条件的 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会对当地的人才引进 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办法明确 具有普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英网届毕业生 网届三年级以内 在试点范围内就业或自主创业的 可申请享受安居住房政策 大学生安居工程住房 由大学毕业生住宅和大学毕业生公寓两部分组成 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文件中提到 大学毕业生住宅平均销售价格 按照项目所在区域市场价格的50%确定 采取按揭或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 最低可按20%支付 从武则购房角度来说的话 对于普通的人才能够给予这么大优惠的目前来看全国是没有的 记者查阅该文件后发现 要想半价买房还得满足诸多前提条件 只有英界或三年内的网界毕业生 在呼和浩特科技城范围内就业或自主创业 落户呼和浩特市 自己在呼和浩特市无房 且父母在本市无两套级以上房屋 并且是已婚人群才能半价购买安居住房 业内人士认为从设置的条件来看 符合条件的人不会太多 对当地楼市的刺激作用有限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政策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当然我周围也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还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三月份房价数据当中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呼和浩特的新房价格 环比涨幅在三月份是全国派第二的 另外一个二手房的同比涨幅 全国是排第一的 那么二位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和解读一下 二位觉得呼和浩特市政府出台这样的政策 究竟是为什么 单纯为了人才引进吗 我觉得从整个呼和浩特这次出台政策 当然它肯定是为了吸引人才 但是我想说吸引人才可能不仅仅是为了 从住房这个角度来讲 那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这些很多年轻人来到北上广深 其实北上广深的房子房价更高 我们这种住房的可得性可能要比呼和浩特还要低得很多 压力更高 对呀 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愿意到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来打拼 来奉献自己的青春呢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就是说一个城市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不仅仅还是住房 还有一些比如说产业发展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这种公共服务配套是不是更好 是不是这个整个城市管理的水平更高 这些可能才是我觉得是年轻人真正关心的事情 王冠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 你符合刚才我们短篇章说到这些条件的话 你会去吗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要考虑一下 就是不光是半价 大家不要把它光锁定到半价上 还要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附加条件 一个是要落户的 你是要有户室的户口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要已婚 要安家 所以说呢 我想把户室的这个新的政策 请大家注意 它不是一个楼市的新政 它是一个城市的新政 我要把它定义的关键词是托市 托的并不是楼市 如果我们认为是在托楼市的话 把这个格局给想小了 托的是城市 那么整个户室的常住人口呢 是超过300万 一个一个 当然是我们的自治区首府 内蒙的首府的大城市 那整个城区的常住人口呢 是200万出头 那么实际上和其他的这个省会和自治区首府级别的城市来比呢 这个规模是相对较小的 而包括户室 包括整个内蒙的一线的高校的数量 和比例并不够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从最近两年以来 特别是我要强调的是 今年2019年以来 推出了相应的人才引进和购房补贴优惠的城市 超过了50个呀 那么各大城市很明确就是在争夺流量 那么除了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级的特大型的千万常住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之外 其他的城市现在都很明确了 这个一会我们会和大家从我们新型城镇化的这个发展促进的文件的角度再和您做梳理 那么现在从忽视的角度来说也不能落后 那么所以现在很明确的一点是 以防留人未然成风 人比楼金贵 只要我有了人 有了优质的年轻人 我城市的发展就会更良性循环 就会是刚才刘老师说的 说我城市的发展机遇就会更多 对 并不仅仅大家把它说 这是楼市 现在要去库存等等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城市的更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其实说到半价房可能很多人想到 呼和浩特可能并不是第一个推行这种半价卖房的这种城市 之前我们也查到看到2017年长沙也有 它叫做定向限价商品住房 也是基本上是周围小区的半价了 刘先生觉得很多城市出台这样的政策 有没有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一个考虑在里面 我觉得无论从呼和浩特这个案例 还是之前您刚才提到的长沙的案例 其实这些住房 我觉得更应该从一个安居工程的这个角度来看 特别是对于人才的安居工程 那么呼和浩特其实能够享受这样安居工程的这些人的这种比例 或者说他的供应对象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那么对于整体呼和浩特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觉得也是有限的 而且还有一个补充 这回护士说你不是未婚吗 未婚可以免两年房租吗 你进住我的大学生的人才公寓 那么这实际上就可以看到了 我宁可去补贴你房租 我也希望能够把优质的人才引进来 是的 只有这些人真正的我们说购房 然后留在这个城市里 才能够形成整个城市的最新的最新鲜的血液 或者说最强力的这些活力 其实从前几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月份 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当中 我们也看到总体来说一季度的房价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 一部分三线城市可能是持续升温的 先通过一个短片再来看一下 从一至三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看 四个一线城市平均环比涨幅在0.4%左右 31个二线城市平均环比涨幅在0.7%左右 35个三线城市平均环比涨幅在0.6%左右 且持续处于升温状态 特别是大理 丹东 秦皇岛等城市 环比涨幅持续在1%以上运行 同比涨幅在20%左右 这些城市在它的整个城市基础建设的过程里面日趋不完善 它对于人口的吸引能力在增强 对于产业的承载能力也在不断地加强 势必会对于住房市场带来一些直接甚至一些间接的影响 作为楼市风向标的一线城市 尽管新房价格波动平稳 但二手住宅价格普遍出现升温 业内人士表示 部分观望的刚需开始进入市场 导致换房链条启动 二手房开始出现止跌反弹的情况 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字 1到3月份 这个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我们通过一个字本来看一下 1到3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是23803亿元 同比增幅是11.8% 增速比到2月提高了0.2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投资17256亿元 增长了17.3% 1到3月份 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38728万平方米增长了11.9% 增速提高了5.9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是28467万平方米 增长了11.5% 先问一下刘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么大的一个增幅的一个数字 好像从不管是怎么来比较起来 跟前期相比 这个涨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种数字 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去库存整体的政策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我们全国的库存水平 其实是在我们最近三年来看 相对出在一个历史的地位 所以这些开发者也有这种动力 我去加大这种推盘力度 包括投资的力度 第二个我觉得整个房地产投资 我们在销售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在同比在回落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体的住房 它的这种平稳性 或者仍然处在一个窄幅波动的 这样一个空间里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 在我们阴城失策的这样一个政策下 我们整体的这个房地产楼市 不会出现那种大幅波动的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有期待 说这个房地产投资增速提高了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交易量没有明显的提升 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供给比较旺盛 需求没有有效提升 房地产不会出现快速增长的这种情况出现 我觉得价格可能会下跌 整体来讲还是一个平稳运行的一个态势为主 王冠怎么看 我觉得跟我们的观众强调一点 就是大家当然很关心房价的 未来的走势的可能 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一个字 稳 那么我们要先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跟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房地产和相关产业是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动相关的产业占到总体的体量是超过20%左右 各种估算的口径 但是它绝不是全部 这点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能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怎么去梳理房价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房地产市场 这回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了房住不炒 重申了房住不炒 还说了一些什么 那么应该说房住不炒的再重申是释放了稳预期的信号 你看这个这回实际上释放了一个更乐观的态度 那么比方说这回政治局会议的表态 说主要指标在合理区间 市场信心明显提升 比如我们4月1号5月1号减税降费的相应的落地等等 那么更关键的一句话 我想跟大家画一下重点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 房地产是新动能还是旧动能 这个大家自己去下结论 如果房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的话 是不是我们来之不易的新旧动能的这种加快转换实施 就会受到影响 甚至要走掉头路 请大家来考虑一下从政治局的角度怎么来 从中央的视角来算这本大账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就资本市场的这回比较罕见的表态 那么以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还谈到了科创版 科创版要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 所以说从中央的一盘大棋来看 那么整个的房地产绝对不是当头炮 从我们现在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来看 当然它更不能拖后腿 所以说它的稳防止大起大落 同时局部的盘活 咱们说的阴城失策一城一策 可能是更符合现在整个宏观基调的 它的一个整体定位的 刚才我们说一城一策阴城失策 其中还有一个词叫做长效条款 刘先生我们普通民众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长效机制 我觉得长效机制 其实我们无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我们土地的长效机制 也就是说能够盘活我们土地的存量 然后加大供后的这种管理 同时我觉得 在我们整个的长效机制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金融的长效机制 是我们购买首套之夜的人群 能够享受到这种优惠的利率 对 而另外一方面我补充一下 这个说到金融的政策 那么最近大家看到了 这个国管公积金中心 这个国管的公积金中心 特别出了政策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的 进一步的优化服务的通知 明确对二套房任房优人贷 而且对于二套房的守护比例 调高到六成 贷款的额度调高到60万 那么实际上通过国管公积金中心 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就是要以自住定位 自住定位 自住刚需 作为我们现在接下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房地产发展的一个战略指导思想 就是房住不炒 另外在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城市政府的主体责任 这个主体责任究竟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房地产本身来讲 是个区域性的市场 不能够一个城市出现问题 大家都在吃药 所以中央政府要把这个责任 下放到地方 因为地方才能够最了解 当地的这种房地产市场 是热还是冷 它的走向是怎么样 它的供求关系是不是平衡的 所以我觉得地方的主体责任 最终我们觉得 要落实到每一个城市 包括我们这些县 甚至是镇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这个主体责任 能够顺利的贯冲下去 我们中央政府 当然就定一个基调 大的基调 一个调控的目标 那么具体的事实 我觉得还是在地方政府 所以说是不是也给地方政府 更大的操作空间了 我实际上是觉得 给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因地质疑的 并不仅仅是房地产 我们各个产业政策 给了更多的因地质疑的空间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房住不吵是写进19大的报告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的基调很明确了 这回的前天的政治局会议 又进一步重申了 然而我们整个的中国 现在的发展的层次也好 或者说是梯队也好 我们北京上海的人均GDP 是超过2万美元的 常住人口都超过2000万 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 这样的城市也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我各地该如何来制定 我的更为本土化的政策 更为落地的政策 从中央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可能从 像刚才刘老师谈到的 大家都吃一种菜 大家都配一种药 但是我们要的是健康 至于怎么实现健康 各个城市自己去考虑 你如果还是去走老路的话 其他的城市 如果产业更多的良性 去发展的话 那么你又重新走上 房地产依赖症这条老路 这个城市的副作用 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提到房地产 我们可能很多人 首先想到是价格 想到价格 首先就想到是货币政策 是不是货币足够的宽松 央行在一季度的例会上 重新提到了 要把好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刘先生觉得 会对我们的房地产的泡沫花 有影响吗 我觉得 当然短期来看 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其实和我们的利率政策 和我们的金融政策 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把好资金的扎门 就是让我们整个房地产 更加健康 对 我就补充一句 2019年 我觉得股市的想象空间 和期待 比楼市要大的多得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今年一个是科创版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从全球来看 比如美国是通过的 它的公司的回购 那么日本是通过央行 对于GTF的增持 各国其实都希望 通过股市的相对的提升 来传递出我的健康 和我的整体的经济发展的信心 而我们今年来看 我们整个的A股 也完全到了一个 再上台阶制度化 包括我们相应的 指数和成长性 再上台阶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口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刚才我们提到了 调控的长效机制 刘先生对于 长效调控机制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长效调控机制 首先就是要 坚持调控的基调 不能够动摇 那么我们看到 三月份的数据 确实有局部的 城市和地区 这些房价出现了一些 我们说一些 偏热的这样一些现象 我觉得所以 坚持调控机调 不动摇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 第二我觉得 在长效机制里 着重要说的 就是要进一步完善 供应的体系 那么供应体系 又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呢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要更多的 支持 这些购买手套 自住 中小户型 中低价位的 这些市民 同时呢 我觉得对于 保障房 要进一步的加强它 王冠军 我是想和大家强调的是 我们可能要从一个 也许从一个更大的 历史周期背景来看 接下来楼市的走势 我想分享的观点是 户籍制度逐渐淡化 楼市价值回归居住本质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再次为您点击的是 4月8号国家发改委下发的 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重点任务 那么明确说了 100万到300万 常住人口的城市 户籍放开了 那300万到500万的 这个大城市 户籍是要放宽 500万以上的 这样的特大城市 那么要完善你的 落户积分制度等等 那么这个背后 实际上特别体现 我们现在的这种 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种发展思路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 一 人才迁徙的自由化 为什么各个城市 现在各大城市 都出台相应的 这种人才吸引的政策 就是你人才迁徙 进一步自由 而背后更深远的背景 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我们以往买一套房 是用落户口的 然后你的不同城市 福利不同 那么与此同时 你的学区 整个的相应的 作为市民的福利保障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后城乡之间的 翻离已经快速的在弱化 而另外一方面 不同城市之间的这种 比如我们的社保的打通 等等等等 那么我买哪的房子 与此同时 这个房子自身的 价格是什么样 取决于它的居住品质 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 以往的这些体现在 价格里的这一部分 可能要被去掉 当然如果它也可能回归 就是我的居住价值非常高 我的在价格上也会有所回归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 长远的角度来看 也许会为大家今后来选择您的自住房 带来一些新的参考的维度吧 刚才刘先生提到两个维度 一个是市场 一个是保障 您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阴城失策 这些大城市和这些二三线城市 都分别有什么样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大城市来讲 重点还是要发展租赁市场 因为从过去的十年来看 我们真正的短板 其实就是在租赁市场 那么我们就通过 比如说引进机构化的这些投资者 通过我们政府的这种公共租赁住房 来满足这种新市民 这些阶段性的住房需求困难 比如说我现在买不起房子 那么我能不能现在租房子 那么租一段次之后 我有了购房能力以后 我再买房子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 梯度的消费理念 这是对大城市来说 对二三线城市呢 对二三线城市 我讲更多的是要把握住 快速城市化过程里的 供求平衡问题 怎么来理解 就是说对于供求偏紧的 我们要加大土地的供应力度 就不要人为的来制造稀缺 对 而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说房价要以稳为主 我们从一季度的统计局公布的 咱们的这个国民经济数据 消费整个的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达到65%的 如果房价再出现 这个相对大的幅度的上涨的话 立刻会对消费形成压制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从大涨来看 如果房价的这个预期 不过稳定的话 可能对于整个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